大家好,我是蓝爸爸 今天我们来讲日本战国时代著名的女武将丽花银千代 丽花银千代生于1569年 出生地在日本驻后国山本郡汶本称 父亲乃是九州霸主大友家素老名将丽花道学 在银千代两岁那年 父亲道学继承了驻乾国的丽花山城和丽花市的苗字 所以他也跟着改姓丽花 并且跟着父亲一起搬到了丽花山城生活 据说银千代这个名字是肥乾国的僧侣曾银和尚给他取的 有谨言慎行之意 银这个字意思是非常合约的跟别人争辩 比如说很多脑残愤青 经常在我视频下面大言不惭的对我进行人身攻击 更有甚者直接就私信我 上来就什么NMSL CNM SB 汉奸 你是个日本人 可能有些朋友不明白 在中国有人说你是个日本人 很多情况下就等同于汉奸走狗 但是我从来不与这种人争面 总是默默的先点举报再点拉黑 这就叫银 再比如呢 还有些傻缺啊 脑子里面二两份都撞不下 也在下边攻击你 惹得我是哭笑不得 忍不住就回他两句 比如前段时期我给大伙发了一个 抖音上的 他在视频下面怼我 说呀 关你屁事 这关还打错了 打成了光 他的意思是说 我是个中国人 为啥要去讲日本的历史和人物 这么做是何居心 结果我一看他的ID 直接给笑喷了 他的网名里边好多小浪花 是吧 正是日本国宝级服饰会 神奈川冲浪里 这幅画呢 已经成了日本的文化象征了 并且会被印在 预计2024年发行的新版日朝上 这哥们顶着日本国宝来教育我 不要讲日本历史 当时呢 确实是给我长得笑出声了 于是就忍不住的回了他一句 你看咱的回复 多么的合悦 一点都不带己眼呢 非常自信 这就叫银 给大伙说几句题外话 以后呢 咱可以把这些脑残留言收集起来 专门做一期视频 跟大伙分享 估计呢 非常可乐 书归正传 这银千代据说呢 从小就生的肤白貌美 水汪汪的一双大眼睛 特别可爱 尤其是皮肤 雪白雪白的 特别干净 因此啊 被人们称为 筑钱白眉 美人呸子呀 同时呢 银千代还继承了父亲 丽花道雪 坚毅刚强的性格 形势稳健 平日里啊 也不像别的孩子一样 到处疯玩疯跑 非常的严肃 话不多 但是心里呢 啥都明白 也确实应了 银千代这个名字的含义 1575年 父亲丽花道雪 在得到主公大有家的许可之后 将丽花山城成都之职 让给了银千代 当年只有六岁 因此啊 银千代成为了历史上 难得一见的女城主 那个时候 基本都是男子继承家业 就算没有儿子 也得找一个过继过来 以延续家名 而道雪之所以把家业 都托付给银千代 是因为啊 原先丽花山城的主人 丽花剑仔 曾两次谋反主家大有家 而道雪 忠肝义胆 一身正气 主公大有宗林 不想让他背负叛徒的苗字 本身呢 丽花山城是交给大有家 另一位肃老 吉红建礼的 结果吉红建礼不久去世了 实在没有其他人选 就让道雪接受了丽花山城 后来 介于道雪没儿子 只有银千代 这个独女 所以大有宗林命令 让道雪养子 护赐镇连的儿子 护赐统连 继承丽花家 但是呢 道雪不愿意 估计是对方太平庸看不上 然后道雪转过头来 想收自己的家老 建野增实为养子 来继承家门 但是呢 建野增实又不愿意 得来来回回的呀 把道雪给搞烦了 一拍脑门 我看我闺女就挺好 长得好看 又聪明又伶俐 给我闺女得了 于是啊 银千代 这才继承了家业 随着自己慢慢长大 银千代不仅出落的 更加亭亭玉立 而且性子也是越来越像 自己老爹 喜欢排兵布阵 五刀弄枪 自己召集了身边五十名侍女 平日给他们做军事训练 一水的铁炮部队 1578年 大友家在尔川 大败于岛金 一时间九州火起 很多势力 开始起来反抗大友 为此 父亲道雪和另一名将 高桥少运 经常领兵出战 烈花山城 就交给了小小的城主 银千代 据说每当有人趁机来饭之时 银千代都身披甲咒 腰斜战刀 率领五十名侍女部队 登城迎战 上来就是一顿猛烈射击 对方往往多有死伤 直接被吓跑 说明平时训练有素 打得准 当然呢 银千代迎战的 应该都是一些小杂鱼 但是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姑娘 能面对战场毫不畏惧 并且还能率领部队赶走敌人 实在是难能可贵 真所谓将门护女 虽然女儿很争气 但是倒雪还是不由得担心 自己的年龄越来越大 总有一天会撒手而去 在这乱世之下 银千代是无法凭借女儿之身 承担下整个丽花家的 于是还是得寻死 给他找个夫君 寻来寻去 发现个好瞄子 此子乃是与自己齐名的大将 高桥少运的长子 高桥童虎 童虎1567年生人 比银千代大两岁 而且他在战场上的表现 倒雪可是见识过的 日后绝对大有可为 于是呢 倒雪就开始 黏着高桥少运不放 把你儿子给我 我把女儿嫁给他 日后继承我丽花家 少运起初一直不同意 舍不得呀 这么好的儿子 凭啥给你 后来倒雪死缠烂打 对少运说呀 你真是个巴格 我家的闺女 花姑娘的干活 你的儿子 捡便宜的干活 少运一寻死对呀 他们家闺女 可是筑钱白眉啊 是吧 漂亮啊 我家俩儿子 童虎给了他 我还有老二呢 再说了 过季出去 我也是他亲爹 到时候 丽花山城和他女儿 都是我们家的 想到这儿 少运一口答应了 于是在1581年 银千代与童虎结婚 倒雪收童虎为续养子 继承丽花氏 改称丽花松茂 与银千代共同管理 丽花山城 小两口成婚之后 那是如胶刺激 甜甜蜜蜜 所谓美人英雄 一对绝配 高桥少运 没事就把宗茂叫回来 教育他呀 要尊敬长辈 在人家里都干活 少说话 顺带呀 还得问问宗茂 说儿子 我问你 你媳妇白吗 宗茂说白呀 当真如传说中那般白 当真白 通体雪白 宗茂赶紧点点头 嗯 通体雪白 呵 少运这个高兴 我儿子找这么一漂亮媳妇 太值了 然而小两口的好日子 没过多久 丽花倒雪 就在1585年 于镇前并逝 转过年来 岛金家大举进攻 大有加 高桥少运 也在延屋城之战玉碎 这个咱上期刚讲过 一顿夫妇 顿时陷入了 无比悲痛之中 同时还得应对 岛金家的围攻 银千代与夫君 同仇敌开 平日里 甲州不离身 将城中所有的妇女 组织起来 组成了女军 有条不紊的 配合将士们进行防守 好在高桥少运 极大的拖延了岛金 宗茂和银千代 成功等到了 猴子的先锋 登陆九州 危机终于解除了 猴子一通收拾岛金家之后 宗茂在战后 因公被封 祝后柳川城八万弹 成为一方大名 自然 银千代也要跟着 一起搬到祝后 据说 银千代对于从小就生活在这里的 丽华山城 非常不舍 临走前 还去祭拜了父亲的亡灵 在进入柳川之后 当地百姓 见到银千代都傻了 没见过这么白的人 长得又好看 太美了 而且整个人 散发出一股仙气 清新脱俗 特别干净 因此 人们都叫他清水之观音 而银千代 在各方面 确实也与一般女子不同 记载中说他天资晚利 通达才艺 坚熟文武 特别聪慧 有悟性 见识也高远 最重要的是 富有慈爱之心 懂得体恤下边的人和百姓 大家都很喜欢他 宛如一位神仙姐姐 因此 人们也叫他白慈观音 看来 确实长得白 1592年 夫君丽花宗报 响应猴子的命令 出征朝鲜 留在家中的银千代 毅然担负起了 领地中的安保工作 组织起女子巡逻队 巡视各处 填补人手空缺 后来猴子来到了 名户屋都站 这个时候啊 整个九州大名的家眷 都要去伺候猴子 猴子好色 大伙都知道 看着前来的一众夫人 打眼一瞧 心中就有了结果 唯有银千代 姿色拔群 为众夫人之首 你想啊 那个时候 银千代 刚刚二十三四岁 正是青春年华 不论是身材还是颜值 都是巅峰阶段 传说猴子看着银千代 口水流出二里地 于是就使坏 找了个借口 单独接见他 你说他想一亲方则 估计不大可能 好歹一方大名的正妻 那就属于胡来了 但是拉拉小手 啰啰小妖 陪着喝小酒 还是可以的 然而遗传了父亲 接一正直性格的银千代 根本不吃猴子这一套 他也很明白猴子的用意 毕竟好色是出了名的 于是便手拿剃刀 全副武装 带着女侍卫 去觐见猴子 猴子一瞧 大吃一惊 随即也明白了 银千代的意思 于是心里就怂了 赶紧竖起大母哥 对他说 不愧是宗茂的妻子 真乃女中丈夫 然而等宗茂 从朝鲜回来之后 银千代却搬出了柳川城 来到龚永村居住 两人开始了分居生活 具体原因不得而至 应该是两个猴子吵架吵得凶了 两个人都是降门之后 性子烈一些是正常的 银千代也不是那种温柔的女性 也许跟银千代一直没有戴下子嗣有关系 当然也许猴子真成了隔壁老王 其实不大可能 猴子跟银千代这事本身就是传说 没有任何史料佐证 都是后世人为了刻画银千代的形象 而进行的美好想象 来到龚永村呢 银千代受到了当地百姓的爱戴 大家都称他为龚永殿 时间来到1600年 官员之战激昂打响 丽华宗茂为报答猴子的恩义 选择加入西军 结果西军大败 宗茂也从战场返回了九州 银千代亲自率领随从数十人 急切的前去迎接 由此可见呢 夫妻两人还是很有感情的 没多久老乌龟的势力就开始攻打奏茂的柳川城 首当其冲呢 是肥前郭岛之茂的部队 据说银千代凭借在龚永周边的人望 组建起了一支两百余人的女子铁炮部队 从小就玩这个 玩着溜 然后啊 前往龚永村西南部海岸 阻击郭岛家的水军 竟然使得郭岛家的人无法上岸 因为银千代使用了父亲倒雪发明的枣盒 射击速度大大提升 经此一战呢 银千代的女子铁炮部队就以 《丽花藻鸡女》之名被广为流传 郭岛家水军退居之后 银千代又赶紧率领人马前去迎接正在接近的名将 贾腾清政 贾腾清政本身在向导的带领下前进 在即将路过龚永村之前 向导对他说呀 此处是松茂的夫人银千代公主的所在地 他在当地颇受百姓拥戴 又擅长用兵 如果我们经过 必定会遭到攻击 贾腾清政一听 铸千白眉在此拦路 于是赶紧下令绕过公永地区 能让郭岛和贾腾都知难而退 人们惊呼 只有古代的悲靡狐女王能媲美银千代的才能 后来 《丽花宗茂》被贾腾清政劝降 接受了改议的处分 银千代被安置在肥后国 玉明郡富赤村 而宗茂则在玉明郡高赖的清元寺做食客 两口子还是不在一起住 也不知道为啥 第二年 宗茂带人前往江户谋出路 银千代则在家中日日为夫君祈祷 希望他能早日恢复大明身份 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很迷 说好吧 两人老死不在一起住 说不好吧 也看着不像 有可能啊 这两口子之间的事啊 本身就没法说清楚 只有他们自己明白 1602年 银千代突然感染了疟疾 于当年病逝 享年33岁 非常可惜 相消于隐 正是一个女人最有魅力的时候 只能说天度红颜 由于银千代在柳川当地颇受领民景仰和爱戴 所以在1820年被追授于锐域灵神的神号 1837年又被赠于赵柳大明神的神号 与父亲丽花道雪 夫君丽花宗茂一起 供奉在今天福岗县柳川市三柱神社 好的 今天的故事啊 咱们就说到这 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